围棋频道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原围棋 我是陈盈 很高兴今天和我王磊一起为大家讲解 第27届同理杯中国围棋天原战 决赛三番胜负的第一局 是由陈耀叶九段对阵古灵异五段 王磊你好 陈盈你好 亲密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标准的 抱一代的领军人物之间的对抗 我不知道陈盈你对他们两个了不了解 他们两个人其实再加上李哲 以前是国少队的三剑客是吧 好像是这么说的 因为他们出道都比较早 而且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出现了很好的成绩 然后他们在有很好的成绩之后 就在他们三个人是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个人 当然现在抱一代涌现出太多太多的抢手 可能未必说这三个人就是最好的三个棋手了 对 如果说他们三个人应该是陈耀叶最先是出成绩的 然后紧接着感觉古灵异和李哲 在国际比赛的这个突破比较少 但国内比赛好像还经常会进入决赛 对 古灵异好像是号称中国第一快枪手 非常有他的特点 古灵异 现在我们看到坐在电视左边的就是古灵异 对 很腼腆啊 还稍微有一点点胖 我们平常都叫他小骨肥 小骨肥 对 很好听的一个绰号 坐在右方的 棋盘右方的呢 就是天元的四连吧 陈耀叶 现在看见小骨肥吗 小骨肥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很萌 非常可爱 确实 感觉啊 这个古灵异的形象 我觉得还停留在他12岁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好像是被称为小神童是吧 对对对 形象可能你不是很了解 他12岁的时候比现在要肥两圈 啊 还要胖两圈 对 那个时候特别胖 非常可爱 因为他刚进国少队的时候 我就经常带着他一块玩 你带着他玩 对 等于说我跟他个人关系非常好 平常就是很多年都一直就是说 关系很好 所以对他也是很了解 那陈耀叶呢 陈耀叶其实他出道非常早 我记得在我定段 我是98年定段的 嗯 那年的时候陈耀叶他已经定段赛取得了七连胜的好成绩 但是后面还是差一点 然后随后应该是99年陈耀叶就定段了 哦 你要想 嗯 98年的时候我是不到12岁 嗯 已经算比较早定段了 但是陈耀叶那时候他他比我小三岁 对 他89年12月 那就是他9岁的时候成绩已经非常好了 非常有实力 他也是说非常早熟的一个棋手 在很早的时候就达到了很高的高度 然后他在 他应该是说 可能是他职业生涯中 嗯 现在来看 非常有影响的一次比赛是 LG杯 他打进了决赛 他对鼓励是吧 对 当时是鼓励还没有称霸世界其他 还不能说完全是 嗯 说中国的领军人物 对 当时是 就是那次比赛 我记得好像是 嗯 鼓励变定了他这个中国的领军人物 是 那个是鼓励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对 好像是 那次比赛我记得很激烈 鼓励上来就2比0领先 嗯 之后 被陈耀夜连班两局 对 然后在第五盘的时候 那盘棋本来应该是说 感觉上陈耀夜士气很盛 嗯 但是那时候 现在看来我觉得 陈耀夜当时还是很紧张 那肯定啊 因为那个时候的陈耀夜很年轻 其实现在陈耀夜也很年轻 对 对 不过那个时候他是 呃 输得比较可惜 但第五盘是没有任何机会 哦 从事后 那看来 那个时候他还年轻 对 心态没有调整好 对 那今天的陈耀夜肯定不一样了 现在在天元赛呢 已经是四连吧 对 他也是痛定思痛啊 后面在天元赛上是把鼓励 先翻过两次 哦 后面也是说 等于说也复仇了 对 嗯 而且呢 这次天元赛之前呢 那个古灵毅和陈耀夜呢 好像都表示出来 这个自己对于这次比赛的信心 对对 陈耀夜呢 我看到就是网上有记者采访 他说是他的福地吗 因为他已经曾经已经四连霸 古灵毅呢 他也是说就是之前有一阵状态比较低迷 但是从天元赛之后呢 状态感觉到已经明显有所回升 不光是天元赛 各个赛事好像已经全面开花 那是不是说明这个两个棋手 已经都非常的想拿这次天元 对 我感觉对于陈耀夜来讲还好 因为陈耀夜他已经证明了自己 只不过呢 现在陈耀夜缺一个世界冠军 他在国内的成绩已经非常好了 他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抱一代的最优秀的棋程 但古灵毅呢 他在中国拿了很多快棋赛的冠军 但是呢 大比赛就是重大的比赛一个都没有拿到 他现在我想他是更渴望 就是证明自己 而且很渴望就是让自己这种 越来越成熟的这种就是形象啊 或者什么样 不让就是大家认为 他是一个在冲击的少年棋手 嗯 那好 那我们看看通过这个 这次的天元赛能不能证明自己 看看小股肥能不能有所突破 今天这个棋是小股肥之黑 这个是三番胜负第一局 是拆迁之后呢 是换黑白 拆迁的结果 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大贴幕啊 在职业棋手中 应该说高手对决 很愿意拿白棋 不过像番棋比赛就是比较公平嘛 一盘黑棋就自然会有一盘白棋 对 然后第三盘如果打平的话 他们要重新拆先 嗯 这个棋上来黑棋下星小木 星小木呢 就是通常来讲 现在主要就是两个想法 一个呢 是如果你下星 好我就走 迷你中国流 对 这个棋是韩国人发明的 嗯 然后后面应该说 乱大街下了二十年 就属于说 大家就算是最不喜欢下这个的职业棋手 我相信也都下过几十盘棋 对 也都会对这个布局会有所研究 对 这个是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得 很多暗器 所以说我将 古灵异可能是想下这个 还有一种呢 就是 嗯 如果这样的话 手脚 这个呢 是号称 嗯 现代围棋中 可能就是近一百年 出现最多的布局之一 嗯 这个布局因为从日本 日本的这个什么五六十年代 就非常的盛行 哦 后面这个布局也是 嗯 走出了无数的变化 到现在 如果手脚 逐渐的从白棋分头 嗯 到黑棋 比这个 我不知道 你记不记得 就是我们小时候学棋的时候 是啊 在 好像都是这么下的 在九十年代初期 一直到两千年 好像一直都是这个布局 然后 打入 嗯 或者手脚 反正就是这个布局 他最后会演变出很多变化 然后慢慢的 就是由日本一个著名的棋手 叫一田忌鸡 一田忌鸡当时很火啊 也拿过世界冠军了 老虎一田忌鸡 他呢 发明了这个大飞 哦 他这个大飞 为什么就是出名呢 我不知道 陈莹你有没有印象 他当时 他为什么这个大飞出名 大飞 我是从这个 这个迷你中国流的时候 黑旗呢 是有从上边 小飞 大飞 到逼住嘛 那我想 是不是 从那个布局 大家就想 是不是可以 从这边来拦逼 哎 然后再挂了 拆回来 是这样 这是一田忌鸡的 拿手好戏 哦 因为这个布局 当时非常著名的是 李昌浩是不可战胜的人 就是谁也赢不了李昌浩 哦 一田就用这个布局 就经常战胜李昌浩吗 对 这个布局 他有几盘非常精彩的 完胜李昌浩 嗯 而且这个布局 是当时李昌浩不明白 不明白这个戏 白戏是亏的 就是说 他后面去脱奖 就是 每次布局 被一田占很大的便宜 加上那时候贴木五目半 那他自然就没办法赢一田 哦 当时一田能赢李昌浩太牛了 因为我不知道 可能现在的棋友 不太了解 那个时代李昌浩 但是如果是资深棋友的话 一定知道 当年李昌浩 那个拿冠军拿到手软 对 听说他的奖杯 都已经摆到这个客房 就是那个书房的地上了 哦 嗯 所以他的这个冠军奖杯 实在太多了 对他们家书房要求很大呀 书房需要很大的面积 是 这个棋通常是这样 但是自从白棋 发明了这部挂奖之后 这个布局 黑棋下的人又变少了 这个挂脚很厉害 嗯 这个挂脚按以前的说法 这样加一下 就是 嗯 黑棋应该还可以 或者怎么加 但是事后发现 白棋就算点脚 黑棋都不是很满意 哦 在大贴木的情况下 黑棋一方地 很容易被 就是白棋完全抓透心理 就是说 稍微撑一下 各方面就不是那么顺利 看来 嗯 就是这个 现在啊 就大家对于这个布局的理解 和以前真的是有很大的不同啊 对 以前觉得如果挂脚被黑棋加工 正好配合着乌游角的发展 这边黑棋的模样非常的可观 确实 现在的围棋也是进步的 是越 日新越异啊 是啊 就包括如果白棋就算 即便是不早早地挂脚 就是在这边手脚的话 黑棋呢也 通常不是连片的 是再手一个脚的也很多 对 这个可能是每个人的理解不同 当然我 鼓励很喜欢下这个 我和他的对手经常走这个 对 其实我觉得这部棋没有什么道理 像聂老师就讲过 这个棋 是吗 还是应该连片吗 对 现在很多人 他不敢模样对模样 就是年轻棋手 他可能会觉得就是模样对模样 太容易让你的大局观发挥了 他宁愿亏一点 他也不愿意模样对模样 哦 很有意思 那看来就是不是说这种下法不好 是因为这种下法 有的棋手不好掌握 所以他就换一种下法 比赛之中往往有很多策略的 嗯 除了棋本身以外 还有心理战 确实 他实战中呢 陈尧 我们讲了那么多 其实陈尧夜这个小木 想法就很简单 这个就是限制你下任何一个 你熟悉的东西 我觉得就想法很简单 对 中曲呢 把布局的这个主动权引向我自己 然后呢 是你跟着我走 对于职业棋手来讲 因为比较 就是天幕比较大 嗯 就是我们下的时候就能明显感觉到 如果黑棋布局不能发挥先朝优势 不能造成这种局部的多打少啊 就是 或全局的快速什么 这样 嗯 黑棋就非常困难 稍微 稍微下久一点 你就会感觉天幕的负担非常重 哦 所以现在其实在这个重大比赛中 大家还是喜欢拿白棋的比较多 实战这是挂脚 嗯 白棋一间低价 对 这个也是近几年的 流行定势 对 我们现在比较喜欢叫它套餐 哦 为什么 就是说对于它之后呢 有一系列的下法 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对 就想起来每次去麦当劳 你先点一个套餐 没什么问题 哦 那这个 有几种套餐呢 就比如说黑棋有跳的吗 跳一个是我们 或者是小间的 因为现在我见的最多的肯定是拖 对 那但是这种定势也都曾经都有 对 那现在有人下吗 这是 是好像说日本人一百年前发明的定势 然后呢 当时有几个套餐吧 他们天天吃套餐 就煎这个的 煎这个 煎这个呢 白棋通常是拆 那我就飞一个是吧 这个黑棋 白棋可以走这个 哦 还有这个拖这个的定势啊 嗯 这个定势 说实在的 我好像都没怎么见过班吗 班的话被白棋一段 然后这样 这样好像感觉这个责的位置不太好 对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我觉得黑棋 黑棋还是補一个 对 黑棋太慢了 白棋是脚的 挺个飞 非常愉快 嗯 我这个定势 我感觉我从来没下过 拖的话 黑棋要么拖先 要么挡住 哦 嗯 这样 那我觉得白棋好啊 对 白棋地很多 当然 我觉得这个棋 现在中国人喜欢下白棋的多 对啊 嗯 那这个下法呢 不是黑棋明显不好吗 嗯 所以说后面就没人见这个 哦 就是这么回事 哦 那我对这个定势的理解 我觉得我得重新学 这个定势主要发展很多 因为这个一间地家是 就是小高挂里面所有定势变化最多的 现在来看是这样 对 因为我对这个定势 我以为黑 白棋只能下到这儿 嗯 我一直都是小间的 从来没有尝试过拖 我觉得这个形状还可以拖 不 每个棋都可以 其实都可以 看来小时候定势被少了也不行 你这个尖 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都比这个拖好 是吗 嗯 那我觉得这个拖好像 黑棋有可能从这边下来吗 那倒是不可能 但是拖的话 白棋 黑棋就是挡这边厉害一点 你尖这个呢 它就是将来有可能挡这个 主要就是这两个变化吧 嗯 因为你要尖 它是不是先挂一个挡这边 也很正常 所以这个棋 下跳这个呢 是最早被淘汰的下法 对 这个我记得也是一个定势嘛 嗯 然后白棋飞 黑棋小间 嗯 白棋现在来看呢 走这儿就很满意了 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两步棋交换 如果这样看的话 大家会觉得黑棋简直是 嗯 不像棋 痛不如生 对 你要说这也不像围棋 如果说把这两个放上呢 黑棋 黑棋要飞这个的话 嗯 白棋就从这边下 对 白棋比如像B一个 嗯 你再挡住 这个棋如果收关的时候 再被白棋飞一下 哦 黑棋的这个 这个地方太局促了 对 黑棋 这个地方 整个这面的手术 现在是 应该是一样的 嗯 但是黑棋木术和头 都不占优势 确实厚 但是你这么厚 其实你上面头又这么窄 并不是很好发挥 哦 那看来据说现在呢 大家比较流行这个拖 也是我见的比较多的 是不是有道理的 因为这个小间和跳呢 都已经被淘汰了 没有人下了 对 这个题就是 就是这样嘛 等于拖一个 这里面也有无数种变化 嗯 这个也是韩国人发明的 各种变化 有搬这个 搬这个 对 然后还有现在最流行的 就是这个拆 对 这个拆 这个是张许先生 给这个世界围棋 做出的一大贡献 应该说 发明了一个非常好吃的套餐 这个套餐 导致现在天天 大家不停的 就什么下 是啊 非常流行 而且呢 根据这个拆二 黑棋的这个手术 也一直就是都在变化 可能从最开始 大家顶 然后到点 到碰 这些 做了很多的大量 的研究 对 很多种下方 对 那王磊 你一直都在国家队 那对于这个 你们所说的套餐啊 肯定是非常的熟悉 那给我们汽油 多介绍几个 因为 对于这些局部的 这个研究啊 有一些汽油 真的挺感兴趣的 他们称这个为刀 哦 对啊 刀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以对付那些 今天没看我们节目的 一些汽油 哦 那如果说真的想 学这把刀的汽油 那现在要稍微看好一点啊 对 要留神了 要留心看 我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 这部棋的用意 这部棋的用意呢 它希望 最希望的结果 黑棋顶了点 哦 顶一个 那白棋是立的 对 这部立是非常强的一手 这就是张许的主要贡献 嗯 就在这部立 如果退 黑棋虎 这样呢 我觉得 白棋非常无趣 对 白棋的这个差一 最起码也得拆个二 对 但即便这样 我觉得白棋也难言乐观 嗯 但白棋立就不一样了 立完之后 这部棋就像 一部没有任何意义的棋 这部立将来 任何时候 我都要跳进去杀你 哦 不仅是这个木树上 白棋会好 然后还对有 黑棋的眼型的破坏性 对 如果说 你看 如果你现在虎这个 对吧 你还这样下 我就随便走一个 我下一步要求你 做活去 对 这样黑棋肯定是不能忍受 小脚一活这还被尖一下 吐血了 应该说 很痛苦 那你要从这儿靠出去 它被我扳了一长 你这个形状也是很烂 哦 就会这个 走好几个单关 就没有价值的棋 我这个棋是很有价值的 我把头往上长了一个 我就厚了 将来一手就挂这儿 所以呢 这个黑棋就不能下这儿 后面韩国人发明了这个 对 好像这个定势也是很多 就是下了很多盘棋 所以说白棋如果拆二的话 黑棋就挡 如果白棋拐 黑棋就逼住 通常好像就是这样 下成这样 陈寅你觉得下成这样怎么样 其实我肯定是喜欢白棋 因为我觉得白棋 这边的边也走着了 这边也走着了 黑棋呢 只是走了一个角而已 这个棋 其实呢 很多人他都不明白 黑棋为什么不好 在这里呢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为什么不好 我们呢 就用最简单的叫做首歌 是首歌是 日本人好像就是说 判断一个局部的这个定型 我们把手术 那就颠倒一下 来判断它的好坏 对 这个不光是日本人 是现在所有棋手中 用的最常见的一种方式 因为它是比较简明的一种 可以说参照物 因为你判断什么东西 围棋上没有绝对的 你只能找相似参照物 那看看把它这个手术 手顺变化一下 看它是怎么形成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不知道 陈寅你觉得这个形状怎么样 现在这样的形状 嗯 这样的形状 黑棋的这首棋 显然效率非常的低 就有这两手已经够了 对 那肯定是白棋要稍好一点 对白棋我觉得可以满意 对白棋的紫 感觉是全都在这个点上 黑棋有一首价值不高的棋 因为你如果是无油脚 大家看确实这样黑棋很满意 因为而且是白棋的脚 黑棋站成这样 对 但是如果我一拆 著名的无油脚 你还往上一蹦 你已经有点松了 嗯 然后你这个再推回去一路 就更松 那陈寅这样看 就是说这个图 大体来看 因为是白棋的脚 可能是两分差不多 嗯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图 跟刚才那个怎么样 对黑棋来讲 那当然是更不如了 如果说刚才这样 我这个头在高处我都不满意的话 那我这个明显啊 黑棋全方面的又下降一路 但是更不满意 我觉得这样 反正应该跟这个大同小异 其实他们也就差不了太多 因为 我觉得他头又好在那里 他确实变缩了 但是他底下也多得两目棋 可能 省着为你将来尖了 哦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比较遥远的事情 在开局 不是大家都喜欢把棋子下来外面 然后像这个棋关键就是这两部棋交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飞啊 其实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 飞一个和挡一个交换 白棋无不满 对 就把黑棋又推进来一路 对 因为是这样的 黑棋这个头已经长到五路了 而且它三手棋是活得非常铁的一个棋 然后呢 这个棋 正常来讲都是黑棋飞的 对 那白棋飞就非常爽 是啊 那黑棋的这个角怎么感觉越来越小 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部棋交换 其实黑棋也是非常的局促 别看白棋感觉有点俗 但是这个子啊 你怎么弄也弄不掉吧 对 如果没有这个交换 最起码黑棋还能下到这 有了这两个交换之后 这两个子 黑棋怎么也吃不掉白棋了 对 而且这个形状还有一个硬伤 将来外面被封住的时候 黑棋 白棋可以盯一下 哦 这一个冲了一挡 著名的就打结了 打结活 对 所以说 我如果把你盯到的话 大家会看到跟刚才这个图相比 黑棋它又局促了一个等级 相当局促可以说 所以在我们现在大题目的情况下 这个定势基本上就是把黑棋判死刑了 哦 被淘汰了 对 所以呢 暂时 这个刀 如果说别人什么都不明白 要顶你的话 你就往下一立 你就大可放心 这样下肯定是可以取得一定的便宜 哦 局部已经占优了 所以呢 由于黑棋的这个不满意 才有了后来的一些这个想法 比如说点和靠 靠好像有一阵也大家特别喜欢 靠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个棋 靠这个呢 它的要求是什么呢 你如果长 它这可能有一斑 嗯 这个很复杂 我想在这儿呢 可能给大家介绍起来会比较困难 那结论是什么 结论是这个棋长一个白棋不好 哦 白棋不好 这里面呢 但是白棋肯定会有各种的反击 就说是形成战斗 现在呢 我们是这个图 白棋搬这个 是现在公认的白棋很愉快 哦 那黑棋呢 是也搬下来吗 对 我打 你尝 然后打这个 对 然后吃这个 嗯 那我再打一下 白棋的接住 然后蒸吃 我把这个 提掉 对 通常来讲呢 就是在这个局部 大家认为黑棋是可以接受的 黑棋很厚 对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位置不好 哦 原来这个定势还跟那个角的这个位置有关系 对 大家要了解 围棋最重要的就是全局的部署 这个位置 现在就是白棋挂进来之后 黑棋不知道该下啥 它如果肩顶 这个地方太宽了 它供不住白棋 对 如果加工的话呢 又嫌这个地方太局促 对 这个被白棋就转身了 这我先放一个字 要求费压 这边要求拆二 那我转身完之后 我这个地的效率就显得非常高 哦 由于这边小木的配合 所以这个定势也不能选择 如果是腥味的话 是不是还勉强可以下 腥味 搞不清 腥味这个被挂也很难受 因为我现在要进脚 要拆二 你还是很难受 嗯 当然你如果说你这是什么无有脚 你就牛了 非常的 这个形状就很好 哦 所以说呢 就是这 单关跳 这边的选择要看那边的这个位置 对 这个棋 所以实战中 黑棋也没有这样下 黑棋飞了一个 这个又是你们最新的研究吗 这个棋其实是有一段时间了 哦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它要飞这个 这个棋其实 已经很久没有人下了 我觉得 很久没人下了 嗯 就是我说的久 可能是一个就是研究的很新的这种状态 实际上可能几个月前还有人下 但现在下的会很少 因为它已经有个定论 对这个点是不是从最早白棋挡一个开始的 不是白棋最早的下巴 从来也没挡过什么 没有挡过 因为挡这个 被它扳了 这个就被拟拒 就是让我吓得很局促 很不愉快 对 这个点的我想可能大家不知道 知道见没见过 如果直接扳的话 白棋有扳的这个下巴 嗯 对这个扳好厉害啊 所以就知道这个这个点的用意了 对 斑如果打的话 这样黑棋接就被爬 黑棋力也被爬 黑棋吃就被打吃 对 所以黑棋就没起下了 所以如果如果多了一个这个交换的话 就是从这边打了 对 就不从这边打了 大家看到这个黑棋的骑行非常有力量 嗯 那我们实战 实战它是 是这经过了很多发展 嗯 黑棋会导是立在这儿的 哦 依然又立到这儿来的 这个是常见的 但大家可以看到 黑棋这个飞 比这个灵动非常多 你看到这个 这个子没有用的 嗯 这个子 我这上面都有头 比如像你拆二 我这有冲段 这有压 各种先手 然后对上面的呼应 我这长得也远 那这个图怎么样 这个图 也就好很多 对 现在这个图呢 我觉得 来一方我没见过什么人 很得意的 想象这样 哦 应该这么说吧 就这个子 对 换了一个位置之后 这个 好太多了 对 就不一样 结果也不一样 是 那就是这个图 另外呢 白棋肩这个 是去年的下法 嗯 肩这个 黑棋顶 那我是长吗 对 然后下力 这个图呢 在 去年 就是余老师 余滨老师 判断过一下 谁好呢 我觉得 黑棋还可以 哦 觉得黑棋还可以 因为这个头 白棋不好 去封它 就是说 黑棋 这样呢 也就算 防住了你这个刀了 哦 对 这个肯定不能顶过来 是吧 对 顶过来被断 所以呢 后面白棋 逐步通过研究 就发现 像这个斑 嗯 这个斑实际上是 那我只有挡啊 我不能走这个 然后再被我连回来 对 这样太无趣了 嗯 那等于说是 这样的 点一个被人家 飞出来了 对 无趣 那挡下来是 这个 必然的一手 对 以前经常 讲日本棋手 我们受日本棋手 熏陶很多 这叫契合 哦 契合 对 不得不下的一手棋 嗯 这个 白棋 顶 好棋 这个棋 初棋都是下在这 下在这 那黑棋是挡下去 还是拖鲜呀 黑棋拖鲜 这个棋 那个 有著名高手评论过 黑棋好 形式不明 啊 形式不明啊 嗯 那为什么还要 更追求效率 我想他肯定是 想顶了班过啊 因为这个就明了 这个下完之后 可能 觉得白棋好了 对 你可以下完 我们摆这个棋呢 顶了之后 后面都是 呃 必然的变化 我们可以 摆完之后 让陈莹 给大家判断一下 这个到底是 我来判断 嗯 我觉得你的水平 没问题 没问题 没关系 就算我说错了 咱们还 边上还坐着正解呢 这个棋 大家看到啊 如果走在这儿的话 那我就吃了 这还有搬出来 对 这个黑棋形状不好 那你走在这儿 我这一断 这个棋呢 黑棋 大家明显感觉到 黑棋子儿 没贴在白棋身上 嗯 这个棋是站不过的 他肩顶 最强的下法 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一手就虎了 那黑棋又虎了 嗯 对 所以 它要长 然后黑棋 把这个贴回来 班 我不知道爱好者 会不会觉得眼花缭乱 大家会不会觉得 这里边这个杀器怎么样啊 有没有可能 这个棋 杀器基本上是很现实的 你断 然后虎一个 这档子上翻 对 这个棋呢 正常来讲 就不用再摆下去了 这个黑棋气不够 对 黑棋 这个棋太局促 从形状来就可以判断 黑棋气不够 这白棋还这个 站有脚 对 白棋这种 这种形状气 怪常怪常的 好 那证明黑棋不能断 嗯 黑棋要如果不能断 那黑棋只能是做活脚了 对 翻 五 那如果你挡 等于我再搬进去 跟刚才差不多的道理 嗯 那现在就是黑棋 还依然要做活脚 嗯 那就继续吃 对 实际上白棋 然后这个提 这个要提吗 这个可以保留吗 这个如果保留的话 我觉得我已经活了 但是我就算 有时间的时候 我可以考虑接上你 如果我没有时间接上你 你下什么呢 关键是 对 我想如果白棋要接的话 我就在这扳沾 对 这两个交换 我觉得黑棋还行 确实 你这确实是一个思路 但是我觉得 嗯 因为你提 不提的话 嗯 你将来直接下 也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局部 哦 就说局部是吧 确实是一个好的想法 它可能接上之后 这个局部 嗯 黑棋不是特别好下 可能是这个意思吧 嗯 这个棋我得研究研究 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是吗 嗯 要跟小谷飞打个电话 这棋为什么要 可不可以不提啊 是啊 我觉得不是围棋 有好多的时候 都要保留吗 对 不要把一个变化 局部走近 那如果我不提的话 是不是以后 还可能保留别的味道 是 这个想法非常好 实战中 它提一个 然后白棋 再贴不住 贴一个是手劲 非常好的一股棋 如果说 你搬 我还可以掐打 嗯 对 这个肯定就端打 黑棋如果走在这 我就退 那这样我将来有这个点 我的眼型会好很多 是 这个黑棋跟白棋 感觉是不能站 对 实战中呢 黑棋不能站 黑棋先手我脚 哦 这个就是 让我判断 这边到底 是好是坏 是吧 那总体的感觉呢 第一感 白棋都走在外边了 黑棋只走在脚里边 嗯 那肯定是白棋好 而且白棋外围呢 刚才你有讲过 它又扳不出来 嗯 还挺厚的 那我觉得 我喜欢下白棋 哦 是这样是吧 那你是从一个 感性的角度了 来讲这个 我觉得实战中的 白棋是打吃了 走这个 是这样 像是这样 哦 又补了一个 这首棋一定要补是吧 嗯 这首棋是他满意了 所以他补了 嗯 这是他主要原因 我觉得这也是 心理上的一种 就下这个棋 就是说 哎呀 好舒服啊 就像当面告诉你 这些 这种感觉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白棋当时下 下完这个棋 他肯定也判断了 这个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 他也觉得是 白棋很不错 因为黑棋抢了一首 白棋既然都有心情 那一定是 白棋优势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棋 如果是不是可能有一个相对 嗯 就是比较简明的参照物 就是更详细一点的 对 就是解剖一下 对 说到底是 嗯 黑棋好多少 或者是白棋好多少 这样呢 我给大家 大家可以先记住这个形状 嗯 就是是个大体是什么样子 然后呢 我给大家摆一个 很简单的棋 啊 然后继续用刚才的手拨法 对 这个一间加定势 很熟悉 这个我相信 两分这个定势 对 就是稍微有一点实力的棋手 棋友肯定都会这个定势 嗯 这应该是 最大陆化的定势 对 是吧 这个B呢 现在可能不是最大 嗯 但是呢 也比较大 对 是一部大厂 嗯 如果说 这个棋交换成这样 我觉得黑棋 白棋这部B 价值就很大 嗯 对 等于说 一手棋就把黑棋都封进去了 对 因为本来黑棋肯定要顶一下 嗯 或者压出来 但是呢 如果我们再交换一下 那肯定黑棋束手 白棋便宜 嗯 就是即便像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 黑棋的木树啊 跟刚才 刚才也是带这个拐角的 它只不过是拔了一个字 它作为一个火棋来讲 其实木树是一样的 黑棋木树跟刚才是 基本上完全一样 嗯 但是 如果看一下 现在白棋跟刚才相比呢 白棋没有 刚才厚 对 因为刚才白棋 我都把它 对 封得严严实实的 对 连断点都没有 对 而且这边现在有虎啊 这边明显漏风的 嗯 如果说 刚开始摆成这样 我觉得 嗯 大家都能判断出 这个其实白棋很满意 嗯 但是你看嘛 如果把它换成 就是我们实战中的一个结果 大家看一下 其实脚上黑棋的木树也没有多多少 但是白棋比刚才要厚很多 对 而且这边不漏风 白棋这还把它都已经吃住了 然后外面还是这个 非常高的一个 七路的头 嗯 嗯 这个我觉得白棋还是非常满意的 但是如果全局上来讲呢 嗯 我觉得黑棋的收获就是 黑棋这边抢了一手 现在还该黑棋下 对 很快速 实战中它吓出了 这个非常热爱的这个 对 小飞 然后也不连片 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连片 可能是有一定的道理 对 因为这边白棋比较厚实 对 这个我觉得很正常的一手 连片太没劲了 这个被别人挂 嗯 你这个大模样 对着这个大铁皮 这个棋里难容啊 是 一般人家这边很厚的话 就是作为对方 呃 黑棋的话 就不宜在发展外事 嗯 那这个是走在这 那其实是符合棋里的一手棋 呃 实战白棋分头 它已经很满意了 都是下的最普通的下法 嗯 如果是 踢近一点的 还会守这个 啊 那就说 这个模样的一个对围是吗 对 我毕竟这太厚 他这个就是说 我非常满意 咱们就下一下 随便下一下 对 把局面打打散 嗯 然后逼住 拆个二 这都是既定的 感觉上 陈肖业是游刃有余 那看来你是觉得白棋好咯 对 因为虽然我跟小五关系很好 但是 很难说 在这个棋 是支持黑棋 我觉得 比较中立是吧 对 小谷 他可能说 布局这方面确实不是他的强项 哦 那他的强项是什么 他这个棋风呢 他比较锐利 他 他在别人 那个有毛病的时候 他追击很猛 嗯 然后呢 他对全局的一些攻击啊 这种方面非常强 他是天赋非常独特 他是在围棋中很难的地方 他天赋很好 就是这是在我看来 哦 那就是说就是比较敏锐气风 对 然后还可以说是攻击非常好 他不吃你 但他攻击很好 哦 嗯 那陈耀叶呢 陈耀叶这个在记者界不是有一个名字 叫钻山豹吗 哦 钻山豹 那就是很喜欢就是打入破空 对 他很喜欢实地 嗯 陈耀叶最近几年 他的大局观有了明显的改善 就是他本身 他在那种就是为很小的地啊 什么滞沽这方面非常强 他这几年又有了改善之后 大局观有改善之后 就变得更全面了 哦 听了你的介绍之后呢 我就会觉得 嗯 这两位棋手啊 应该是一毛一顿嘛 一个是攻击特别强 对 一个呢 是防守特别好 对 有点这个意思 应该说 这个棋吧 嗯 嗯 客观来讲 大部分棋手都会觉得陈耀叶实力还要强一点 那我就特别想看看 他们两个这个局面啊 出现混战的局面 我不知道到底是攻击更强 还是防守更牢 好 钻山抱开始钻了 哦 那这个是不是战斗的开始呢 对 确实是啊 这个白棋这么厚 我觉得黑棋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只要跳 跳 它拖 对 拖了连斑进去 嗯 像这些地方 嗯 怎么破控都打打钻山抱的棋谱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哦 对于这个小地方的破控 嗯 确实 其实越是小的地方越需要手段 对 成耀叶的局部手段非常强 嗯 这个时候 白棋的通常啊 好像就觉得虎一个就可以做活了 虎一个 嗯 那黑棋长 嗯 然后就搬沾一下是吧 嗯 对 这样白棋活的很委屈 非常委屈 黑棋很厚 头连的很高 但这个局面下 可能这样下 我觉得白棋也还行 实战 实战的下法啊 我觉得白棋挺有风险的 其实 嗯 它竟然在黑棋这么厚的地儿 它竟然敢虎过来 嗯 对 这个虎 以前要是经常看华老师讲题 华老师会告诉你 虎 对 这个术语叫虎 是 虎起来 嗯 觉得这个力量 可是我觉得在别人的地盘里 对 这个力量能展现出来吗 被打吃 打吃 如果接上 那 那这个实在是 对 太难看了 嗯 做结 这个地方 我客观的说 陈小叶下的非常漂亮 那这个结材 白棋就一定有利吗 这个结材 白棋这边比较厚 但是这个拆尔可能薄 然后这边会不会也有结材呢 是啊 但是这个棋它的想法是比较简单的 嗯 怎么想法呢 如果说我 不幸 杰富 让你沾上 我们把这个棋 手搁一下呢 这个棋啊 因为是黑棋先提的 白棋缺了一首棋 嗯 我们把这两个拿下 等于说 这个棋就是黑棋 一顶 这样的棋 我拖先了 你一顶 我 这样搬了打一下 嗯 搬了打 虽然稍微有点速度 但是也正常 它这有拖 嗯 这两部棋呢 黑棋 没什么了不起 就是说 即便黑棋打赢了结 对 所得也不是说那么夸张 应该说有限 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敏锐 对 如果相反 如果白棋把黑棋 这两个字提起来的话 对 那白棋的所得 真是太大了 对 白棋等于这个时候 往这鼓了一个 你这铺呢 虽然是不算特别损 但是我这部鼓实在太大 嗯 鼓完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本来我是要去这搬毡的 现在我这鼓钱 出头了 对 你的这三块棋 我一打入 厚薄全部逆转 大家可以就比一下 很简单的 大家看看这块棋有多大 这块棋非常大 嗯 它的潜 木数已经有20了 潜力至少还有10木 然后将来就 它还是连着很厚 如果我鼓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什么 我打入进去 这个这个都不活 对这个脚进攻起来 都会比较累 然后所有的后膀 全都逆转 对 这个鼓非常大 然后底铺了一下 我显得更厚 嗯 所以这个地方 陈阳叶下的非常好 等于说这个节 其实就是白棋比较轻 黑棋可能更重一些 对 那我就随便拖了一下实战 陈阳叶拖了一下 不是我 白棋这样 然后提节 陈阳叶是觉得很愉快 顺风满翻 嗯 点这个着节 那他觉得很简单了 就拔掉 不硬了 不硬了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节 找的稍微有点小问题啊 嗯 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没办法 比如说从这边碰一碰 会严厉一点吗 这个碰呢 它就要硬节了 关键 那我就提节 那我这边节材很多 本身我局部一段 你这边好像也不好处理 节材也蛮多的 对 不好处理 它这个也没办法 嗯 削了节 充下去 这个节 觉得怎么样 谁好 我觉得这个节 白棋又得分 又得分了 对 这边的节很显然是便宜很多 但是这个穿下去了 穿下去呢 我觉得这个棋啊 从全局来看 这个穿主要是对了这个东西 它这个太厚了 你这边其实很难说有多大的发展 这个打入还是迫在眉睫的一个大 非常大的棋 嗯 这是没办法 那等于说这个节材 黑棋又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节材可以打 嗯 这个节人家肯定就硬了 是吧 对 像你刚才说的 这个断一个有这么多节材 白棋 这什么尖顶 这些都是节 走哪都是节 实战这个时候 他刚才拖了一下 他为了不被别人一手胡死 他就先断一下 问个应手 哦 就处理一下这边 确实这个被黑棋给分断了 这拆二 不能就不管了吧 嗯 实战中是 陈耀液 断 滚一肠 非常冷静的应手 不让你借用 嗯 实战来起贴 然后黑棋再立下来 嗯 感觉好像这边白棋啊 整不了形 对 这个棋 没有 就是说 没有说黑棋给他任何借用 黑棋下的很冷静 非常好 这棋呢 我觉得 白棋是不是 牵手活脚 就可以买 这样啃吗 他确实不太啃 他所以说 可能这副断的时候 还是略显就是急躁了 应该说 那不断的局部 还有什么好的整形办法吗 这个棋我觉得 因为现在厚薄已经逆转了 先打入式 先把这边看清 先在上面 对 因为这边我毕竟非常厚 你这边你说 不好扩张 对 你如果说扩张的松一点 我就就地肯定能活的 打结你也打不够 大家看到白棋铁厚 钢板 钢板型的 那这个打入很大 现在如果白棋 先来处理这边的话 可能上面 白棋就来不及走 他如意算盘是这样的 他往这一贴 他希望接这个 接这个该下什么呢 陈英 接这个呀 这个脚里边 如果立的话呢 他就被人家搬出来了 那我是不是只能顶呀 顶他打一个也没什么 那是不是黑棋比这个还好 那是啊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白棋一定有手段 白棋操什么 白棋 他钻山帽是想离这个 那立我搬出来呢 搬我转掉 然后 然后他就在下面做活了 你虽然拔掉两个 你不是很牛吗 硅甲 但是大家看到 这个硅甲 对 我这两个子的效率太低了 对 其实你如果说 这个是空做出来的话 这两个子效率非常低 那我换一种下法 我顶一个怎么样 顶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挡住 然后我再搬 我感觉连搬 好像黑棋形状 黑棋好像不太乐观 黑棋如果 我只能上面打 对 然后 搬啊 搬吧 这个棋被冲了 打 可能黑棋还是不满意 打一下 对 即便你这棋把它 你可以立在这 可以立到那 对 但是我冲不去 你这个角 还没有吃干净 然后这面 变成白棋很牛 我觉得这个图 黑棋还是不能满意的 咦 那如果 这个的区别 在于哪里呢 区别就是说 大家看到 这个时候 这个木树的问题 白棋如果排施力 黑棋还是斑 这样让白棋再断 这不是简简单单 木树的问题 我提到这儿一间 大家看到 这部棋是白岔的 你这个 对 副作意 是啊 这个木树 肯定是 想而易见的 跟死活有关系吗 死活 立完之后 这一间 你这块棋还得补活呀 这又得一个先手 嗯 所以这样白棋就不能接受 就是插在这个上 对 他可能是没注意到黑棋力 冷冷的力 这个好棋 我觉得 这个棋 古灵医家很冷静 这时候 陈妖夜有点激动 好像 当时没看见现场表情 是不是很激动 就肯定是一力 就比较惊讶是吗 对 这个力 他没看到吗 肯定是 要不然也不会这么选择了 嗯 靠了长 虎在这 可是靠了两下 对白棋的整形有帮助吗 依然不能立吧 所以我就是通过他的棋 来分析他的心理状态了 我觉得确实是有点激动 然后 没同意 这棋亏了就算了 还是靠了两下 亏的更多了 那靠两下 我再想想 他能不能立 立我走这个 就是连扳下来吗 有可能吗 有可能 也差 不过两块作战 真的没把握 这个再出来一块 没把握 对 非常 非常痛苦 这个棋 因为你两块棋都不能死的 不轻 实战 实战好像也跟这个 是不是大同小异 嗯 实战呢 他 搬这个 他的 这个怎么说呢 想寻求一些借用 嗯 黑鞋还是底 实战中是下成这样 就是把这个 手顺 换了一下 少了一个交换 还有白棋 少损 少损了一个节材 嗯 这个地方真是陈耀叶 细腻的地方 不得不说 可能 大家 因为我现在是看了棋谱啊 嗯 所以我 下完了之后 会告诉大家 这个细腻的地方 对这盘棋会 取得 什么样的影响 有一个 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我觉得 把这个问题啊 先留给大家 让大家先多想想 对啊 不就一个劫财吗 是 这棋 感觉上 有点困难吧 白棋 是啊 白棋两块嘛 嗯 这块刚才你讲了 这两块白棋都很重 又都不能死 是 那怎么办呢 强行铺 感觉很凶险啊 前面的道路很凶险 对 主要是这 这个叫兄弟打架嘛 嗯 两个兄弟都得顾 那怎么办呢 就尝出来就行了吧 他好像实战中下的更猛 他扳 扳这个我觉得比尝一个还要好 还要更凶一点 嗯 非常好的一手棋 借着你的劲儿嘛 你不是两边 两边都要生活 打架啊 对 然后那我肯定要让你 更困难一下 所谓的声东击西嘛 先压迫你这块棋 嗯 要杀这块 因为我看这下一手 我在这边随便封一个 对 随便走 白棋就出不来了 嗯 没办法呀 这个棋断 我就简单打 打了一核 嗯 那也基本到位了 这你就算钻出来 我这一贴 这长 嗯 肯定是不行了 很困难 诶 那这么快 就是说 黑棋已经把刚才的 这个略视 已经完全扭转了 对 因为这个定型和这个定型 下完之后 对 刚才你判断是有白棋 优势 应该说 我觉得这个棋啊 因为这突然发生了 很大规模的战斗 嗯 这个战斗里面 还是太容易改变 这个局面的 应该说优劣 是很容易改变 这个都是小地方 现在这个真刀真枪 开始打架了 对 应该说白棋 对局面的控制 还是应该说 没做得太好 那是这个断言起来的吗 对 当时我觉得 白棋可能是对全局的 就是困难准备不足 嗯 然后下得过于顺手 不是不够严谨 应该这么说 对 别看他是这个 比较萌的小骨妃 其实也非常有力量 对 小骨妃很厉害啊 走在这儿 是啊 而且呢 确实如这个小骨妃所说嘛 这个天原战啊 真的是一个 他的一个小爆发点 感觉小宇宙是爆发了 对 好像是淘汰了 鼓励等强手 对 很多强手 姜维杰 石月 好像这次非常多强手 他都有 对 世界冠军都被他淘汰掉了 嗯 因为这次比赛 大骨 也是对小骨妃 对 寄予厚望 哦 大骨也跟 也对他 是因为他输给小骨妃吗 嗯 对啊 就在这个 大骨跟小骨 比赛之前嘛 嗯 我们三个人一块吃了饭 然后当时他们俩就相约 一定谁赢了 一定要争取 这个 拿到冠军 哦 嗯 在这个 他们下之前就已经约定好了 对 这至少是一种态度嘛 嗯 争盛的态度 确实 这个棋 我当时看接到这儿的时候 我觉得这盘棋 黑棋好像迎面非常大 觉得小骨差不多拿了 是吧 对 当时我一看白鸡虎 对啊 这有个断点 然后这 这有个照 当时我粗粗一点嘛 这个地方大概是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这个地方有将近五十目 四十七八目 哦 那么肥的一个角 对到那六十了 六十加这个 这个天目肯定不止 嗯 白棋想找六十目 实力太难了 因为黑棋这个天目 肯定远远不止嘛 所以白棋 我当时觉得这种棋 黑棋很好控制 对啊 这个确实 而且呢 真的是走到小谷的 这个路子上来了 他们擅长攻击嘛 对 那白棋正好摆了两块 让他攻 他确实是攻击的非常好 实战 程阳夜下了一步 我相当意外的起 他把这个飞出来 这肯定得跑啊 刚才这个一熟 都已经有小五十了 但是这个棋 粗粗一看 这个段 白棋是何以解忧呢 怎么办呢 虎一个 然后上边能不能 就像是这种 黑棋是不是没有连的 特别牢靠 对 确实是 这有一个明显的挖毡 但他如果虎的话呢 黑棋现在太容易了 黑棋 这不是有挖毡吗 确实我现在也干不爆你 但是我这全先生 对 白棋挺痛苦的 只有二路去连回 比如像我简单的病一下 那我可能就得连了 对 然后我再打一下 你看 你还跑不跑 可能都不敢跑了 我可能得出这个头 对 那你要出这个头 我再把你拔掉的话 这个棋 所以这个随便震一下 你这块棋是 去找谁呢 而且黑棋这个也活了 这中心拔花呀 三十目 我们学棋的时候都这么教的 嗯 对 确实这个花在现在是非常有影响力 对 震慑着全局啊 嗯 这个白棋有点顶不住 实战中 陈耀叶好像下了一个最强硬的下法 这直接挖能重立吗 嗯 当时我记得中午封盘了 哦 下了这封盘了 对 封盘的时候 这个其实我挺想给大家讲解一下 为什么这个时候封盘 哦 对于这个棋手的封盘的选择时机 也很有讲究是吧 对 那你的经验是什么 我的经验的时候啊 我的经验是 对手 他想这个封盘的时候 想一想 想一点的时候 你尽量别让他想 我是这么想的 你自己怎么样 其实不关键 就是你只要别让对手太开心就行 因为我觉得呢 中午封盘就对于我这种棋手来讲 它是双刃剑 为什么说双刃剑呢 我中午封盘的时候如果轮我下 我还想不清楚的时候 我是吃饭也吃不下 然后我是 就是等于说这个也晕晕乎乎的 休息不好 就不能说就本来中午封盘一个小时嘛 吃完饭应该还有个半个多小时可以休息一下 对 正常来讲你会不停的想 这时候想的时候呢 你又只能想这些气 你不能下 就算你想好你不能下 有时候你就会晕晕乎乎的想错 是这样 那你在封盘的时候你希望是该对手下是吗 我通常来讲如果对手他想该他下 我就希望我自己下 我就是只要不让对手开心就行 哦原来你这个在比赛中经常玩心理战 其实大部分人都会想这些事我觉得 但是我啊 其实我要如果中午封盘的时候 我还挺希望是该自己下 嗯 因为 是这样是吧 因为我本来其实下期就挺慢的嘛 嗯 而且呢 那个经常用时我觉得是不够 所以呢 尤其是这么复杂的变化 像这盘棋 我更希望是该自己下 确实 是这样 多了半个小时考虑 这盘棋肯定是想多想一会儿 嗯 那个你 陈寅你知不知道 就是封盘是 它的由来是什么 封盘 我看这个日本著名动画 就是动漫嘛 这棋魂上啊 都说 嗯 那个时候封盘都是要写在信封里 然后 这个盯住的 啊 你讲的这个叫封手 啊 封手 对 那封盘是两日制吗 是指就是这盘棋 这盘我们中盘 就是我们现在中午休息的时间叫做封盘 现在来讲 封盘和封手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差别啊 对 有区别 它是最早出现在一个最有争议的一盘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就是著名的叫做天元星三三 哦 吴清元对木古石 对 秀灾 对 对秀灾 那是吴大师去日本的一盘测试棋 那盘棋吴大师下出了 应该说我相信棋友大家就不用我来复述了 下出了这个著名的古今中外最著名的一盘棋 这盘棋在最后相传是秀灾的门下的棋手叫做前田辰尔是这个名字吗 哦 我知道这个故事但是具体的人没搞清楚 我连对局者的名字我只知道是吴清元下出来 对因为秀灾可能就是我们中国人都不愿意记住他叫什么名字 因为吴大师故事最后有一句评语就是他是个坏人 啊 这个前田辰尔想出的一部 就是他们封盘了之后没有封手 想出了一部棋 嗯 然后呢 就是一部妙手 有了吴大师两幕 在这盘棋之后 当时好像我就听说可能日本棋界很多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由于是那个年代然后秀灾在日本棋界的这个地位 嗯 所以说最后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在之后他的隐退棋秀灾的隐退棋 他是跟木古时下 嗯 木古时 那盘好像就是有川川康城写过一篇这个名人的小说好像就记载了这个隐退棋 对引退棋下了半年的时间这盘棋我当时记印象中最深的时候就是木古时很顽固 他一定要求要封手 啊就是说要把最后一手要写在信封里 然后印就是什么就是定书机就是定上然后转天呢在拆封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得想好了想好是你下哪儿 那个然后对吧 然后不能说是你这个转天在告诉我底下呢 对咱说哎呀今天有点累我们要回家了 然后回家一开会这个不太合适我觉得 哦原来是这个那个叫封手 那那封盘呢 封盘就是在后面因为封盘的时间越来越短 就是日本刚开始可能中午休息两个小时 嗯 然后后面我们国家也休息一个小时 对对对 因为棋手一盘棋要下六七个小时 你如果不吃饭的话可能会低血糖或者非常难受 对现在我们的世界大赛可能也只有三星杯是中午不封盘 对对 其余的比赛还是比较人性化 对所以中午封盘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强制的要求就是到了时间就封盘 哦嗯 对这样其实对于对局者双方机会均等不一定该谁下 对这个在维系历史上啊就是包括封盘封手在日本 引起过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趣事啊 嗯 包括就是像木骨石跟秀栽嗯 他呢 下来他在有一盘有一步棋封手的时候 他不是要求封手吗嗯 他就想了一个招他去打吃了别人一下 哈哈哈打僵这个也很有意思 对 因为是不是就是在日本啊嗯 只有是高水平的一方 因为他们分上手和下手嘛嗯 只有上手才有资格提出我要封手是吗 嗯 对是这样的 以前是这样 当然我不生活在那个年代这方面我确实不是特别了解 哦 像这样这个时候确实当时轮顾零一下的时候 顾零有很多种下法 哦 那我我建议啊王磊 既然他们下到这会儿呢 中午封盘了 不如呢 咱也暂时呢先封盘 好 咱们把这个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啊也留给大家好好的想一想 就是面对这个挖的时候 那古灵溢呢是经过一个小时的封盘 那咱们呢是也是经过几分钟 那您在这几分钟您会想一些什么样的下法 我们稍后呢再为大家解答 好 稍后再见 好欢迎回来 咱们上半阶段封盘之后啊 这个白旗挖了一个那黑旗有没有一个什么好的手段不知道大家都想到了什么点 陈寅你第一感是在什么地方呢 我第一感肯定是想怎么吃它 但是吃它之前应该得做点准备工作吧 不知道直接吃一个肯定我的我的第一感肯定要想直接吃 然后会想白旗到底有什么手段 然后再看需要做什么准备工作 我这个顺序是对的吧 对对对这没错 我觉得吧这时候黑旗就通常我们应该说这种或者说职业棋手吧 我们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形状的感觉 这个挖完之后黑旗这个吃肯定是一个很松软的形状 我们讲究这个形状叫做松软 就说使不上劲 对很松软 这个棋呢吃白旗就简单的夹过 它就过去了 刚才我们不是讲这面黑旗这我走哪都是线手 这随便都是线手 我先打吃再病我估计白旗也危险 那这样呢你线手已经固定住了就被我夹过 它就不满意了 明白了那一看这个有这个不满意的图就知道 为什么是因为被白旗简单的就过去了不满意 那我就是第一个准备工作我知道不能让它轻易度过 所以说呢我们稍微想一下就能看到将来我们蒙头的时候要先煎掉 我煎你只有走这个吧 你不能吃这个这个旗筋嘛 大家了解吧 旗筋木数 关键是白旗这走进来之后黑旗把木都得了 你得了这个大固旗想干什么呢 所以呢坚持决先打吃 如果我这多一个打 我再打吃 好像就可以成立了 如果没有这个打的话 人家打了之后可以断掉 对 所以说又知道这个准备工作也是要提前做的 那就是说这个要打这个要煎 那我们显然煎完了之后别人有可能退 那就是说要先打再煎 先打再煎 对 那如果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了的话 是不是白旗就真的插翅难逃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相信小骨妃她不会等到中午封盘 哦 因为围棋都是很复杂的嘛 尤其是像这种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经常就是现在经常这么讲啊 年轻期有都讲 国内比赛比世界比赛要难下很多 国内比赛比世界比赛还难下 对 他们证明我们中国棋手都很厉害啊 就跟世界大赛是一样的 现在我经常听到很多很强的棋手啊 当然也是世界冠军讲 世界比赛是好下 有韩国人啊 是吗 那其实从这句话也听出这个我们这个年轻棋手的信心 非常多他们 这个打吃呢 那既然我说要算 那显然白旗有强接的下巴 那黑旗肯定要连上啊 下面 对 然后这上面有断点 那我一定要断 对 这个局部呢 今天杀气怎么样 如果打吃 我尝出来 那大家看到我必须要接 嗯 那我就拐住吧 对 这个棋呢 黑旗显然这个地方照有家 黑旗很难受 嗯 所以黑旗的收器最佳还不如接在这 那接在这儿我就退一个吧 对 然后呢 陈云 你感觉现在这个棋锁在什么位置 这个杀气啊 棋锁是不是在这儿呢 对这个确实是好棋啊 因为这个棋呢 大家可以看如果我搬 我也搬一下 对 这个搬黑旗搬不到 那我就从 对啊 从后面就把它吃掉 对后面棋 如果走在这儿 被黑旗一接 确实白旗 被吃这个 应该叫什么 对 白旗这个气不够嘛 对 就后面吃这种 但白旗可以从这儿起 这个旗很有意思的 收器都是有很多窍门的 嗯 然后呢 黑旗走别的 那自然也不行 好 双方要点 敌需要点 南无枝要点 对 这是著名的旗言 现在来看也是非常有道理 那这个旗呢 如果我们摆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一个一个收器 嗯 这个地方 这个是不是就是 你刚才根本留下的 那个伏笔呢 是不是还没到是吧 现在这个 这个收器 它伏笔不是这么回事 应该就是这么说 不过这个白旗 是可以这样下的 嗯 这个白旗大概能延半气 为什么叫延半气呢 就是在有时候有用 有时候没用 嗯 在这个情况下 好像是刚好没用 米团 火斑 点一下 嗯 这个白旗也可以先点 因为 黑旗不论走什么 黑旗的气呢 都是要长一气 所以说呢 我就不用太纠结 具体黑旗怎么收 它就上面就行了 对 它不用从这个 屁后的一点点收 对 所以这个叫半旗嘛 这个半旗就没长出来 那这样是白旗死了 嗯 白旗这个局部呢 最强的下法是这个 扳 扳这个 对 这里边是怎么回事啊 我要挡吗 要挡 白旗再接 哎不 不是白旗再接 对 接在这儿呢 大家可以看 黑旗应该下什么呢 我要坐眼的话 你就小肩 然后我再紧气 打结 是吗 如果走这个 就打结了 对啊 然后我就紧气嘛 让你走一吃 这样变成紧结 这样就不一定了 其实 那我还有更好的办法 对 那我再看看 更好的办法 大家能看出来吗 其实我一眼还没看出来 那我要如果收气呢 收气的话 确实是 我再尖 然后我再收气 这个尖是片章啊 你要小心应付 哦 尖是片章 那我看看 我总 团住 是吧 团住 哦对 团住 你必须要吃进来 对 就让你自撞一口空气 这样就变成缓一细节 如果不团 团在这儿 这还是 那个 有 这一击打 就变成紧结了 你不能接 接我 收气 那这个期呢 就延伸成这样 大家可以发现 这个地方 白旗一加 怎么办 一加 还是只能冲啊 因为刚才白旗 还有好多气的时候 就肯定得 吃 争紫 就甭想了 加吃 好像也加不了 对 这期就被一气杀了 哦 这个期也就是说 我为什么要 当然现在是 黑旗不是一打吃打死 对 但是大家 还有好多气的时候 对 就说 就证明 黑旗不能 轻而易举的 去入这口气 对 这个地方白旗 它是有 延一气的手段 就白旗如果 先在外面走 它虽然有点损 但是它有可能 能延一气 是这样的 这个期非常有意思 那既然这样的话 又想到了 刚才设计一个 蒸子 假如说我黑旗 蒸子有力的话 那你是不是就 夹不住我了 应该是 那我先饮个蒸 对 所以说这个地方 好像需要考虑的东西 非常多 所以它一直 等到封盘 它要好好想一想 那这些内容 在封盘的 半个小时以内 应该能想出来了吧 对 我觉得通常来讲 可以想 因为这个旗 刚才我摆过 跟大家说明的 就是如果黑旗 这有一个子 对 如果黑旗 打吃到这一下 然后这面 蒸子有力的情况下 白旗就比较危险 那就想一个 蒸子有力 你看啊 蒸子就蒸这个 就在这一串 这一串 有子都行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实战中 黑旗先饮个蒸 好气 这个就是 它通过了 一个中午的考虑 想说对不起 那白旗肯定得硬啊 既然它都飞了 它肯定得跑 对 这个时候呢 如果打吃的话 还是非常复杂的 那白旗肯定就不敢长了 这个时候就是 我事后研究这盘旗 就是看到白旗这时候 一个绝妙的一个下法 白旗立这个 立这个我就挡 我再点 点刚才 不是说我挡一个 然后它长了半旗 缓一气节 对 我先搬你 那我先 黑旗如果走在这的话 就是这个下法 黑旗是不损目的 这个下法 大家可以看到 猴这个是先手 这样黑旗 白旗是长一气 就这种状态是长一气 是啊 黑旗不入气 对不入气 这种情况收气非常困难 有时候还一气都甚至不止 在很多有眼的情况下 那是这样的 那如果我先点 你不能加 你只能挡 对不对 对 我再搬你 搬你你也不能挡 为什么呢 你挡完我接已经先手 那我就轻而一起度过了 对 所以我得加 我走 这样 木树便宜了 对 木树便宜的不是小树木 这个地方应该是便宜了 一二三四五木起 这地方便宜了五木起 大家知道贴木才七木半 这便宜了三分之二的贴木 嗯 非常大 这个起 好 那现在白旗这个考验黑旗 正好是好时机 对 这个时候呢 如果这样下的话 可能 一起退 一起踢 嗯 实战中 古灵异他没有这样下 他可能觉得这个图他不满意 这边损了五木 嗯 但事后看 我觉得 还是忍耐算了 对 五木起不是关键 可能 对 中间拔了个花 已经丢了三十木 对 实战中呢 古灵异他是这样选择的 他呢 肯定有他自己的计算 在这个地方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 嗯 这个地方呢 不能让别人尝出仪器以上 他呢 跳了一个 对 这个力还没有走 是吧 嗯 对 这步跳有他的深意啊 如果说你走在这 你看 嗯 或者你走在这吧 实战 我打 或者你有这个 你还是按照刚才的这个妙手来讲 对啊 这个跳我又没看得懂 哎 莫非是劫财多了 古灵异的意思就是说 我全部硬住 嗯 我让你尝这一气 然后呢 你这样走这个吧 我压 那我再尝 嗯 这个让尝了一气 这一气不就是 白旗就活了吗 吃不掉了 然后我再走这个 我沾上 那是不是依然还能断啊 它应该是打湿 我尝出来 嗯 哦 不好意思 这个气我摆错了一点点 就是这个气呢 我先压一个 还要再压一个 对 那我算你压着 因为你这个一扳我肯定 哎 扳我猴 你跳一个 对 我跳一个你就 不行 那我算你 对 然后这样你断 哦 哦 你可以多贴一个了 对 就是这样的 我这样贴完 再一接 你是断不掉我 嗯 刚才讲过 这地方白旗长了一气 局部杀气 黑旗要慢一气 是 但是呢 它上面多贴一个 那白旗根本就封不住 黑球了 所以它贴了这一下 如果没有这一下的话 大家一看啊 你走在这我一猴 对啊 跳不住吧 跳住 我先简单贴一个 对吧 它就接出来了 嗯 所以说 大家可以看到 中午风盘 还是可以多算一会儿 它还真的是想了好多变化 对 这个变化 那刚才我给大家介绍这些东西 是我研究完了之后 现在摆出来给大家看 看起来很清楚 但你每个变化 你还有很多其他的下法 是啊 因为它的每一个 就是每选择一个点 它都有很多分支 对 它都 对方有很多点会产生 这只能说给大家摆一个正解 看起来都已经是很乱了 是吧 对啊 它实战中呢 是这样的 那这个图看着也挺好的 但是能不能形成这样 它打吃的时候 那这个就应该先打吃 对 是这样 它正确的次序是 先打吃完再调 对 下面也没尖 对 是这样 这个好像是正确的次序 或者说压完再调这个 这个应该是最强下吧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也有变化 嗯 我就先补一个 满地小尖的时候 我就不要这俩子了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大的 我觉得这个大 这个时候我觉得白棋 只有弃这个 白棋会管 哦 弃这个 对 这就这么被冲死了 但是你得考虑到 这几个你还是损了 我这边 我跳下去的时候 你这个子要不要 嗯 如果你要的话 那我就顺势踏入你的空 把你两块分割 分割之后 你两块都不活 这个脚也做大了 这个边也做大了 全局又不一样 哦 那棋这么一块 就说白棋也可行吗 如果下成这样 是很难讲 我觉得啊 这个棋 因为你吃了这个地方 将来它这儿有利用 有收气 如果我封住 你就收气 哦 所以这个下法 反而是非常搞不清 虽然啊 就是这些都知道了之后 嗯 其实黑棋还面临着一个 就是我先走哪个 后走哪个 我如何判断这个棋 是啊 我们这种时候 最难的是判断 我还 比像黑棋要做 要吃这个的判断 还是拔花中间的判断 就既然想清楚这些 嗯 还是我直接要 打完了出来 跟你杀的这个判断 各种判断 非常多 这种时候是很难抉择 对啊 哪条路到底是正确的 嗯 那我们看实战吧 嗯 实战它跳 我们全当它 这是正确的 但是我认为 这个棋先打完 肩完打这个 是最强下的 但是反正知道了 其实我们现在 已经都了解了 这个这些 如果都走着 是一个什么变化 所以说在 你先损哪边 对 可能白棋就会变了 对 比如说你先跳了 一会儿你再打 我这个就有可能 不长了 或者是 这个你先打完之后 再跳 这个我就气给你了 对 这个棋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 对啊 其实是白棋在考验黑棋 对 你到底是要先损哪边 对 我们常常管这种 叫考试 看你考得怎么样了 对 这个考试不容易啊 嗯 实战中打吃 打吃 那这个 算和谐了 因为你这损了两个嘛 但和谐社会 算了 咱们大家都有的吃 这个棋下成这样了 但你这两个没少损 一手他还挡到这儿 嗯 就说这个 得了这个拔花 其实也付出了一定代价 陈云你现在觉得形势怎么样 现在形势 中间拔花三十目 但是他这边也有所得 嗯 在加之之前的种种 其实我觉得好像是细棋 我 我也这么看 因为 我就想嘛 最开始呢是白棋有力 嗯 然后自从白棋两块 嗯 之后呢 好像黑棋的形势变得 一度很好 很好下 很容易掌握 但这边确实 这个 不知道先下哪个 后下哪个 对 很困难 尤其是这个定型之后 我觉得双方其实都有所得 有些时候你全算清了 你才痛苦 嗯 对 实在是太难了 这种 要想 你要是放到棋盘上 都要摆一个多小时的 这种 那你觉得你喜欢下哪根啊 你喜欢下黑棋 还是白棋 我觉得 我这个时候当时判断了一下 这是十一 然后这个地方 走完之后 是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十九目 二十左右 就是它三十一目 嗯 三十一目 这地方如果算上二度空是二十目 它是五十目出头 五十目强啊 嗯 白棋这是二四六八十 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这块十八目 二十八三十八 白棋大概有四十目七 嗯 就是说 现在呢 黑棋照有一定的潜力 白棋照有一个手脚 嗯 我当时判的第一感是黑棋好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黑棋不管怎么守控的话 白棋这个地方面很宽 对 就黑棋不可能为特别大的空 嗯 所以这个时候 黑棋相对难操作 我觉得 所以形势还是势均力敌 对 感觉上黑棋好像挺好 嗯 对 但是怎么能把它往更好的方面去发展 对 是一个 又是一个道考试题 对 实战中 这个 事件的标准答案 我觉得是这样 反正至少我事后看完 觉得这部棋非常好 而在清销白棋这个潜力的同时 可能自己也有所发展 对 不管你怎么爬 大家看 如果爬的话 我尝 好像白棋不能爬 因为爬这一面有点太窄了 黑棋怎么中间 是 这么多路控 是 大家看到刚才黑棋实控是盘面实木 但是白棋这脚没 就是这个脚没算 嗯 实际上实控白棋是好的 所以说 这个棋 就是黑棋要想办法把自己潜力发挥出来 那不能爬的话呢 当然自然是贴 它贴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 它有一些 嗯 顾忌 它可能会害怕 黑棋拖 拖 我搬 断 拖 断 那我是吃的吗 吃的话呢 我就打你一下 把他提掉 嗯 然后我跳 这样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几个交换 确实黑棋亏了 嗯 但是我们还是用首个的办法 如果说 你这个地方放成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 损的不算特别大 是 而且吧 这个形状总感觉 白棋是被黑棋 下到里面了 对 所以说 踏实战中呢 为了防止你脱 他就先顶这个 哦 先尖顶一个 嗯 尖顶只有长 然后再贴 这样就 没有那么多 想法 应该是 那一般人家 尖顶的时候 是都要先尖顶再走吗 不是 要看上面的后包 通常 尖顶的时候 最常见的还是爬这个 那我觉得 爬贴两种吗 对 现在这个情况 我 事后我认为 尖顶是有点问题的一手棋 这盘棋 因为这个尖顶 下了一会儿 发展成黑棋优势的局面 我觉得就是 只能说事后分析啊 我认为这棋 可能还是 靠出来 靠出来比较好 靠出来 黑棋跟着扳 对 然后尝一下 这个时候 黑棋未必要长 黑棋有可能要拖这个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尝的话 这个地方断 你很难受 就 我可能只能这么打了下来 或者你打了爬的话 我这爬是什么情况 很困难 对 我主要是觉得 这边没有那么厚 所以我就想着 这边去点亏算 那你如果这样 这边我拐斥一下 这街又先手 那就太痛苦 如果这样下 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大概拖一个 具体形成什么样 还是 比如说白棋 要不要转 杀这个子啊 要不要攻 就也非常复杂 实战中 这个下法 显然对他的局面 很自信 因为这个下法 说白了 还是有点俗 看来陈耀夜 这个时候的形式 判断莫非 他觉得自己有力 他是这个风格 只能这样 落官派吗 他是 不是 他是 实控派 他看到这个 这么大一个角 他觉得 非常好 听不起这个诱惑 对 他喜欢先得了空 再去杀你的空 先得了再说 然后再贴出来 想法很直率 还贴 这个下法 都是里与外的交换 肯定不是好奇 所以从最简单的 就是道理来讲 讲得通吗 对 这个是阴面 阳面 对啊 你这个贴着啥了 人家把你头搬住了 这几步棋 问题挺明显的 其实 他呢 当时是跳这个 他觉得很爽 觉得这个黑棋 已经差不多快围住了 对 他这个效率很高 这时候呢 古灵下了一步 很好的棋 靠住 因为此棋 黑棋的这个周围 都比较厚是吗 对 可以选择一些 比较强的下法 嗯 发力 搬 但下不棋 可不容易想到了 是 这棋好像第一杆 通常 退 对 是第一杆嘛 对啊 那被顶一下 其实呢 陈阳烨就这么想的 这个棋呢 这样 挺好 我再把这扳沾了 好爽啊 你这个空又没多少 对啊 这一会儿 是不是想想 还有个架 嗯 实战中古灵一下了 一步好棋 顶着 第一杆被人家打一下 非常难受 但是第二杆 下一步 发现 白起不好下了 对 走在这儿 这个棋被点死了 打吃也打死了 走在哪都死了 被断了一件 嗯 那咋办呢 街上这儿也被断了 所以说顶是好棋 所以这个棋呢 当时白起这个 还是有点问题的 白起 好像这时候 应该搬沾这个 你看我搬沾的话 你可能会难受 因为这儿一穿很厉害 对 这个地方要不要补棋呢 如果你走这个 因为你这儿都乘了空 我刚好穿杀你 这样显得破坏 对啊 又被搜一圈 对 然后你要补这边呢 那我再说了这边 我现在也不着急走啊 有可能我先在这边走啊 对这个斑也很大 这跳出也不小 这个时候 确实形势还是很难讲 应该说 我觉得这时候 黑起已经有点厚 实战中呢 白起一个斑 跟着斑肯定是 这个顶一个是 粉碎他美好梦想的一手 下得非常好 这时候陈阳燕一看 不行不能让你断啊 这个 只要兼顾一下这两边的断点吧 都 我们围体界有很多 大家听不懂的术语 就像这个我不知道 你觉得应该怎么来形容 这个 就是感觉就是两边都没补上 但是呢 又都沾点边 我们国家队一般形容这种东西叫 硬气功 硬气功 大家可以想到这个 它是一个纯的那种 那个 比拼力量的吗 对横链 为什么说硬气功呢 这个地方 简单一挖吃 这个地方是个打结果 对 那打结果呢 我这边这个子 我也没有脸上 对吧 然后我这边保留一个打结果 我就是告诉你 来吧打结吧 打结咱们再转换 再搅 然后你现在结它也不是特别够 咱们就搅吧 你别想让我补回去 我补回去那是你自己做的一个梦 哦 就是说这个 我肯定不会软 对 所以咱俩就得比 对 就是说硬气功又是一个新词 嗯 这种硬气功非常不好对付 你一看 哎 我结财呢 也不见得够 是吧 然后呢 我也不见得不够 我这儿还有好几个结 是啊 我也搞不清 然后呢 我这 我消这个结够 我赢不赢呢 我还得算 然后我具体要怎么打呢 很多东西都要计算 黑棋又面临一个实际的问题 对 我什么时候开这个结 对 这实战中呢 对 这个结其实现在 反正白棋肯定竟然不会补回去 我也不着急 黑棋 这个实战中 就是向棋有注意 棋有注意一下 这个棋啊 这种利 通常来讲是黑棋便宜的 就是在 对啊 因为白棋搬粘了之后 这不又穿有加吗 黑棋搬粘了 对于脚上没什么伤害 对 这个棋 如果白棋搬粘了虎的话 这个地方黑棋只有五亩 算上这一亩才六亩 如果利的话 再搬粘 这边被白棋搬粘 这边呢 一二三四五六 最少是六亩 然后白棋这儿已经最少多 一亩多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白棋这儿是有两亩起 如果搬粘的话 白棋运气好的话 可以有四亩 当然这要看运气 别人挤的时候 是挤成什么样 你能不能接 这个都很复杂 看这边的这个棋型的好坏 对 所以这个木数 大家不要小看 两三木两三木 你这地方差两三木 那地方差两三木 一会儿那就是 不是一个小福字 是 一共贴木才只有七木半 对 那职业棋手 这个方面都是 就是要 抠得很细 很细 很细 是 因为你说到那首棋 画老怎么说 然后这个抠得很细 我想到画老特别喜欢说 利利皆辛苦 是 这个就是职业棋手 赢一盘棋很难 所以一木都得抠住 这个时候呢 古灵一下了一步棋 这步棋我认为是他 这盘棋 就是出现问题的开端 那是哪一步呢 你觉得现在好点 这盘棋在哪 刚才不是说 这个挡一个木数很大吗 我总觉得中间这个 虽然有形式 但不牢靠 说围中腹空很难 那我其实我有点想走这个 我觉得这是眼见的木数 我确实也是 跟你看法一样 如果他走这个 这盘棋 我觉得可能就比较平稳的拿下 对啊 这个被人家跳出来 这一圈 怎么说也有拾木朝商 这步棋是一子多用 为什么这么讲呢 首先大家看到 这儿有一个结 这个结 就是结 大家知道结材 跟厚薄关系太大了 对啊 这挡了之后 这里面什么情况 可能对 以后可能会有无数结材 对 这个地方 你搬不搬毡 不管啊 就是我将来 反正我如果立你一下 你就很难受 我如果立了搬毡的话 我这长这么高 我这点将来有可能是结材 我就算便宜一点 也很爽 是 如果是一会我这门点一点 可别被我中间封口了 这步棋的作用 首先是这个地方的木数 然后呢 这个断点现在变得很弱 第三呢 就是结材 你变厚了结材 然后最后还有这个点 非常多用的一手 这步棋下了 我觉得这盘棋就不可能输 就胜定了 基本上吧 优势很明显 至少是 因为现在木数 大概黑棋盘面会好几步棋 稍微好一点 但是大家 看一下黑棋很厚 这还欠一截 这中间很多东西 黑棋的潜力很大 对 那实战中它是长 长这步棋呢 其实 也挺大的 但是中府的控室中都是不好围的 对 为什么说是开端呢 这个时候啊 很多棋手立完了就把它搬毡了 这个搬毡是简明的差三木 它没搬毡说明它对这盘棋 信心已经非常足了 就是它没有要这三木棋 就是说我要厚 我不要 不要这个木数 因为它可能还想开竭呢 所以它要厚 对 其实 这时候把这个搬毡了 它也明显好 它呢 在中间长一个 长的这面 我不知道陈阳界为什么要搬这个 有什么问题啊 搬的话 我觉得搬这步棋 跟这个价值啊 黑棋不亏 所以黑棋现在挡这个可能更好 现在 是这样 对 这个始终都很大 木数 但其实这长是不是也不小呢 是 它就是长弯了之后 它觉得这个木数突然不够了 因为刚才 有些时候我们判断形式很简单 就是我们 对 我们数木 有些时候你能 比如像你盘面好三四木 这个黑棋 但是你非常厚 你知道这个棋下一下 你总会赢的 因为木数 我们不可能把这种东西点木 它有多少木 谁也不知道 但是你木数不够 但是我这种够了 但这种被人家藏在这儿呢 哎呀 木数好像这棋 白棋盘面还好不少 白棋盘面明显好 那我这有多少木 我哪知道 你要是好三四木 你说我厚 那就好说 这个你说我是要围二十木 那我怎么搞不清 它围多少木 对 这个是比较未知的 对 而且这个有结 那那个白棋说了 那个你敢围吗 你围你 我这辈子我就不补了 对吧 咱们搅和搅和看看谁硬 是 所以 他这个 这时候他又心态又不对了 又觉得这个木大了 这个 这两步棋 白棋本身就抠了好几木 抠了不少 因为你这个没走到 我斑瞻 你很难下的 这个局部 可能也只有不下了吧 这不好意思再补了 不知道怎么补 这局部应该是有点气 正常爱情 我虽然没细看 但是黑棋随便点一点就有气 肯定 因为这地方这还有尖嘛 这这是有点先手 这样 他走到这两个呢 那你打拔之后 好像就没什么气了 你这打拔 人家这都 双满凳了 对 上面多了一个紫嘛 这个尖的味道没有了 对 而且这两步棋 黑 白棋还得一步棋呢 所以说 这两步被打到了 他优势一试 对 那黑棋的心态也挺好的 反正我优势嘛 让你赚点便宜就便宜点 嗯 然后白棋是在 这个地方有点 对 这前面是扳到了 对 然后现在 白棋是跳这个 嗯 破你中间的空 这时候古灵异的那个心态 大家看一下这个棋啊 都能感觉到 很稳健 嗯 已经稳到不行了 是啊 你走什么 我就跟着硬 然后把我自己的都补补厚 对 感觉已经大功告成了 有点那意思 嗯 然后呢 这个扳毡 我觉得古灵异是不该错失 这个三木齐差太多 黑棋就不想扳毡 黑棋要想的话 总能走 它立完不就可以扳 对啊 就白叉三木齐 嗯 这我不能理解它 为什么 就是当时出现这个偏叉 这时候不虎也可以扳到 白棋大概断了肠 还是有点需要勇气 太乐观了 嗯 这时候一跳 大家可以看到 陈尧夜 在他 就是说他发现 这个棋不太好的之后 陈尧夜棋下得非常 顶得非常猛 首先这个地方 这个节 撑住 嗯 撑住 然后这个地方 能扳的地方先问问你 你给不给我 然后在你比较乐观的时候 把你心里吃头 然后这个 然后又扳毡 然后最后这部棋要跳在这儿 这棋不是飞在这儿了 飞在这儿 大家这个一看就看出来 节才差很多 对啊 这冲动 感觉好多节 但是我飞在这儿 这个棋不一定赢 白棋 就不一定好 黑棋就正常的收控 就不一定好 可能就是这么压缩他一下以后 对 可以先在这儿飞一飞啊 因为我这不是吊着节吗 你哪敢冲断我 对 这一冲断 我接他 那你如果走这儿的话 我也算便宜了 我再走这个 过一会儿 点这个嘛 这样 我感觉黑棋还是有望 嗯 感觉是这样 然后 他跳在这儿的时候 这个 小鼓飞就激动 肯定会觉得 哎我刚才觉得 我点目啊 我还蛮领先的 可能十几目 现在被他怎么走到这些之后 对 哎呀 我的优势没那么大了 对 这个时候其实 就是我当时也是分析他们的心态 看棋嘛 我觉得这个棋 就我可以给大家判断一下 看看这还是11 对啊 现在形势到底是怎么样 嗯 这是11目 这个底下呢 现在被搬粘到 应该是缩了一点 缩了一点 应该是2 4 6 8 10 12 14 18目 19目 哦 19目 30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黑棋形状特别差 白棋 虎的话 黑棋其实打了顶路 木是要这样算的 折半算这种地方 然后这是6 16 17 18 19 20 21 22 52 嗯 54目 这是稳了 嗯 白棋呢 这个挖粘是黑棋的先手 白棋是2 4 6 8 10 12 13 15 18目 然后这个地方几是黑棋先手 白棋只有接上 28 33 234 36 38目 这是稳的38目 40 44 这个地方大概有10目 白棋有54 54 哎 那旁边平空 但是黑棋的这些潜力都没有算 感觉是黑棋还可以 但是其实白棋这也有不少 刚才这不是指点到这一些 嗯 白棋这也有不少 好 那黑棋这个和白棋这个 对 如果飞在这 黑棋简单一飞 黑棋会觉得我中间潜力差不多 是 而且我这还有潜力呢 你这潜力就没了 嗯 你如果 这个地方你补回去 你就基本必败了 嗯 他 他想法其实很简单的 他一直他觉得掌控了局面 但是跳在这的时候 你如果再跳 你看这个形状不一样了 对啊 他这个 比刚才那个 刚才是二路 现在三路的 对 而且他害怕这个地方 钻来钻去之后 最后白棋真的不补了 他这什么 反手一刺 在一间什么呢 嗯 他觉得真的 机不可施了 这时候 他就非常激动 我能感觉到 他肯定时间很多 但是他这时候 猛然发现形势 好像不容乐观 所以他开始有点 着急了 对 他那几步气 太松了 应该说 尤其是这个湖 我觉得 嗯 这场我倒是觉得 价值也不小嘛 但是班的时候 不能让别人下先手 那他一着急 肯定是现在 最快的一个 嗯 把木属追上的办法 就是 这不是有个结吗 嗯 应该说 他想法挺粗 应该打结之前 其实要 更多的判断 对 就比攻击一块 其实之前的判断 肯定是不少 攻击呢 是要有几种方案 但是打结之前 要数结财嘛 就像我这种 那一个两个 然后好像是这边 感觉上结财还不少 我觉得这时候 他很难判断 主要是 他不知道 这棋冲断了 是怎么样 嗯 这边结财 有感觉 这边不是有结财吗 我们还是看看吧 对 看看这个结财 到底怎么样 它这体有下什么样 扑 扑进去 这个棋 因为黑棋 说实在的 下的那么厚 棋 什么长虎 就为了打这个结 现在有点那 意思就是说 你太不给我面子了 你稍微给点面子吧 但是白棋 很清楚 给你面子 我不就输了吗 是 肯定要拼的 所以白棋也故意的 就是把黑棋的这个 心理的怒火 给它记起来 胜负感很强 对啊 然后黑棋开始 冲一个提结 白棋的结在哪里 这不冲是 为什么要先冲的 因为冲是最小的结 嗯 就是先通过判断 就是冲了的话 白棋提了 大家可以看 这个结黑棋也损一些了 那我就再搬 但是这个可能 白棋目数还是不够 结要从小的开始打 嗯 提结 白棋 这时候你这个 应该就该用上了 一会儿 先铺嘛 嗯 先打本身结 然后要断吗 先不打 先冲的 这个还是断这个 断这个是损木的 不知道为什么要先 他应该说 这个断比较小吧 嗯 提这个 然后再提结 嗯 大家可以看 有这个子之后 白棋贴肯定不是结了 黑棋要全杀 嗯 然后再从这儿 从这个 这个结买大的 嗯 然后白棋应该是 反手点吧 哎 看看啊 对 点这个 嗯 这个很愉快啊 免费结材 嗯 然后现在黑棋 找什么 这边 对 嗯 提 然后立 下立 对 这个确实是 一个结也差不起 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现在 全盘就差这一个结 就是 现在黑棋 黑棋这儿肯定断有一个结 嗯 白棋这儿挖有一个结 哦 现在就是说 黑棋干差一个结材 如果当年这个立掉 嗯 就没这回事了 这非常神奇 这盘棋 所以这个细腻啊 已经细腻到了 一个结材 对 这个棋实战中 现在 黑棋是 断这个找结吗 对 白棋现在提结 嗯 这时候呢 我不知道黑棋 能不能断这个 但这个我沾上呢 你看 这是损结了 对吧 对 以后你这边还有结吗 我这面 好像很看不清了 几事啊 不是 我挖总是结了 我这个是不是结 这个 这个我好像怎么说也硬不了 好吧 在越硬的话 结材越多 因为我又不知道硬哪 我不懂 现在是这样 刚才讲过需要第二枚结 对 我冲 然后我点进去 加好 加好啊 点进去被黑棋贴了一扑 感觉黑棋气无限 那我就吃了 白棋有很多攻气 大家看到这个情况 是白棋四口外气 黑棋喉完之后 有这个地方是要收两口攻气 然后一气 两气 三气 感觉白棋气成吧 是 白棋快一气 黑棋死了 那这个棋不是结 那黑棋如果长得结的话 只有搬这个 对 搬这个肯定是结嘛 你虎一走肯定就 对 那我怎么硬呢 你还有点 稍微有点麻 对啊 我怎么硬呢 结上吗 感觉还是 我结上一会儿 你虎一个好像也挺像结材的 虎一个总是结 那我这个结还能打得赢吗 结 已经没关系了 就差这一枚结了 你走哪儿我都不要 然后就要看这个 你可能吃在这 这样的棋 白棋可能要尖出来 蹬出来这个棋 这是结吗 然后下一周到哪儿 你就结了 再走这个 然后我就 这个是不是形状 我觉得不够硬 这边你点 那走到哪儿呢 肩上我觉得最硬 嗯 这个棋好像 确实白棋很危险 黑棋周围也蛮厚的 是 这个走大了 我就要靠了 如果走小了 你跑不出去 那我两手是不是这样放 这样算了 哦那你就气了是吧 对 因为这个已经都在我嘴里了 哦 我突然发现 白棋还可以走这个 这样你看 你走这个吧 你能脸上吗 我能啊 你走吧 我尖 你这儿是把我卡断 那我把你冲断这个了 哦 这是什么样子 你看你可以先卡 但我可以先尖 我也可以单尖 原来这个棋 白棋有跳了一尖的下法 这就连回去了 差不多 因为你吃我这儿 本身就是二十多摩棋嘛 如果你卡断 这儿被冲死 应该是得不偿失 嗯 很残酷啊 这个棋 哦 可以两手棋跑出去 嗯 它 而且这个地方 这两个段应该是损了不少 嗯 损了得有七八目 我觉得有 哦 那就连这个点都派上用场了 白棋就捷挺好的 真的是 但是应该说 还是它后半盘下的 真的很好 对 就是因为它追得太紧了 所以小谷飞才会有失误 通常我们是这样讲的嘛 就是你的失误 来源于对手给你的压力 对 就像我们 大家都知道 那个棋有下棋 如果你是个业余四段 你跟业余二段下 你基本上不太 就是优势情况下 就很轻松就赢了 对 但如果你对一个 跟你差不多水平的人 他追着你很紧 你就会茅草 你要是说跟高手下 那基本到最后 你经常会为自己 能不能守住 是 所以说有的时候 就说什么打枪了 出问题了 都是源自你这个太过追求 对 也是因为你内心中的一些东西 潜意识里面的东西吧 应该是 那现在这个结是 他看到 对 他看到这种情况 他才算清楚结材 对 现在白棋提结嘛 然后 他现在一人一个结嘛 对 黑棋断一个角结 黑棋现在提过来 嗯 白棋呢 挖 提 现在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刚才我们讲过这个 有问题 嗯 所以呢 他觉得打吃这个 别人这这么厚 损的太多了 损的太多 他不肯 他走这个 但是这个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他跟刚才挡住的话相比 他这个地方只得了一些后卫 对 他得的东西太有限了 白棋这个 白棋还得了木树呢 硬生生的木树就得到了 而且你这个地方 花被拔成这样 你这块不活了 你中幅的潜力大为减少 嗯 对 白棋一会再出来 确实黑棋的潜力已经少了很多了 这个 这时候其实点木 估计已经点得很清楚 感觉黑棋是很困的 应该是贴吧 来走的中间 这儿 哦 他这步棋的意思是 应该是硬定 他不是也看着 对 黑棋中间就是 别让他 现在还有点薄味的 然后突然间变成空 尖 我也尖 然后黑棋还要补一个 然后再贴一个 虎回去 嗯 这时候白棋下出这个 搬 哦 收关了 对 因为大家看到黑棋 自己当年这么厚的厚实 因为开这个节 开成 是啊 现在黑棋已经沦为效 自己去补回去 对 走 虎在这儿 虎在这儿是为了将来搬进去厉害 这个里面如果说不走的话 黑棋这个被扳断打 快吃 这样 这样里面的杀器 这个就白棋简单的点一个吧 点一个问你想干嘛 你走这个的话 我度过去就成紧结 嗯 一截就爆 你这大饼就 我这儿随便 就被抓起来 对 我找个机会就把大饼打爆了 你要走这个呢 那行 你给我面子 对 这木树就 对 大家看到这儿 加起来 点到这儿才漆木 嗯 而且是先手挂 顶不住 所以这个棋呢 大家一看到漆这么紧 也能感觉到 对 这个漆紧就稍微有点问题 就是要补漆 走这个 加一个 点 问问你 应手 你走在这儿的话 就是对我来讲是很好的 嗯 为什么这时候问你应手呢 我将来搬这个就肯定是结了 你不走我 啊 对 我沾上这个气 因为你是要的木树嘛 你走这 然后你挡 我打 扒 全部都是结材 嗯 这个都下得非常细致 什么时候是应手 什么 是啊 该留结材的时候就留住结材 嗯 该需要适应手 就造结的时候就造结 对 它现在接住 这个气呢 比较稳 走这个 是这个 好 这个时候我想给大家判断一下形势啊 应该毕竟转换完之后我们还没点过 对啊 现在木树发生变化了吗 我们看一眼啊 如果这个地方算白气接住挡 这样对白气来讲白气已经很松软 就是白气很给你面子了 应该说 你要强盗就给你 然后呢 这个地方火基本是 按木树本来就应该算黑气挡住 嗯 黑气这是十一十二 然后二十二 二四二五二十六木齐 这个地方呢 二十六木 这个地方呢 如果算十一木的话 黑气是软一点的 因为现在跟刚才不一样 现在这个地方只有你木树会少 哦 嗯 那就是三十七木软一点 嗯 嗯 然后三八三九四十一四二三 四四四四五四十六四八 五十五二五三 五十四木吧 因为这儿有三木之一木 这儿也算一点 五十四木 不到一点 嗯 如果现在黑气厂一个 咱们把形定完嘛 这样好点 这个好吗 行 就暂时算这样 看白气有多少木 嗯 五十四 黑气没打 五十五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七八木吧 黑气也就是 啊 五十七八 嗯 这白气是二四六七八九 十十一 十二十三 十四木齐 这个总是有的 嗯 这儿好像有一木 这几掉 十五木 这总有 二十五 这是三十三 这都是稳的 三十三加四 三十七 四十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十六 四八 五十五 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十八木 好像黑气已经贴不出木 对 黑气虽然说是 这个地方总有木的嘛 但是有不了七木齐啊 对 而且本身盘面现在不够 关键是 所以说 那这个节之后是不是 呃 白气就锁定了绅士 应该是这么说 他因为太惨了 你想 最后他才得到这些皮毛 这些确实是厚 嗯 你就说你铁打的一样 但是 无从发挥啊 选这个厚的太晚了 对 你说你去弄了一个金刚铁布衫 但是别人一颗子弹就把你消灭了 这个 跟你粘 粘不到边过一件事 嗯 就横链没有用 实战中 这个黑气好像也是 这个算是 嗯 最后的 最后的这几手棋啊 来几 打吃 这时候呢 接上 断吃 不不 不能断吃 断吃的话 这个棋就 就试得很好 嗯 我一断了 这个我就出问题了吗 你好像 不能被我吃在这儿吧 对啊 所以我在想 我吃的话你就跑 对 这样可能 嗯 小谷飞今天晚上要开瓶酒 庆贺一下 是的 很成功 是吗 如果我缩回去的话 你这就跳出去了 我也封不住了 是吗 对 是 这样好像 所以这主要这还有打 所以封不住 这还可以延气啊 对 是这样 他试一下 但陈耀夜的水平 怎么可能会看错这个 因为这边 这个黑棋两手棋 才能连回去 对 这个作为职业棋手来讲 靠的时候 低一下就要看黑棋 扳怎么下 嗯 这个时候都是低 眼就要看 实战中呢 这个 对 这个时候两个断点 对 只能断着一个 然后实战是断了一下 那白棋就吃掉 也没什么棋 对 白棋 是都走什么都可以了 这样等于 他本来如果说 他是想 我走这个 你要接上的话 我这刷下来 不是把你刷死了吗 啊 而且 但是呢 现在这两个子 这个不是棋筋吗 对 根本就不连着 对 贴 走什么 黑棋都不行嘛 嗯 所以说呢 进行到这儿的时候 他再也没有心情下下去了 就投子认负 最终呢 是陈耀叶获得三番胜负 首级的胜利 对 这个棋 看起来真的是 输得挺可惜的 是啊 好像感觉 不过开始是陈耀叶优势 但后来呢 又被小谷飞又搬回来了 对 等于说这盘棋 起起伏伏 也经历了几个回合 确实 这个棋 最后小谷飞 没有拿下这盘棋 我觉得 很大一个原因 还是他控制局面的功力 似乎还是要差那么一天点 那跟心理上的原因 是 关系大吗 那肯定的 他想证明自己嘛 毕竟小谷飞可能拿过四届西南王 还拿过威服 房开杯 龙兴战 各种快骑冠军 但慢棋 他只跟古力下过名人的挑战 所以你想吧 每个人都想证明自己 但往往确实 当胜利离你很近的时候 你心里 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对 这是难免的 那在快骑赛中呢 已经证明自己的小谷飞 确实很渴望拿一个慢棋的冠军 不过还好呢 这个只是三番胜负的开始 对 只是第一局 后面呢还有两局 希望他能鼓起精神 然后振作起来 对 看看能不能经过明天一天的休整之后呢 能有一个好的状态 来迎接他三番胜负的第二局 对 也希望他完成这个蜕变 让我们中国就顶尖骑手里面 再增加一元猛将 嗯 好 陈瑶宇和小谷飞共同加油吧 好 我们期待他们的第二局 好 那今天这盘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好 谢谢 再见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